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去幼儿园喽 那我拿 对,拿好,拿餐包 把爸爸拿 生包抱抱拿 这个要掉哪个呢 那儿啊? 寶寶,看一眼 这个 这个,好 哎呦,那儿 带 那我带 那儿带 那儿带 不打开,不打开 这个弄好,挺好的 不打开 好了 好嘞 妈妈妈妈妈妈妈 妈妈不帮妈妈 因为妈妈不送 爸爸送你了 下来 那跟妈咪拜拜 拜拜 拜拜 走了那儿 送我那儿去幼儿园 送了幼儿园之后呢 今天我们还要去一趟大使馆 因为护照十年 下雨 嗯下雨呢 因为护照十年有效嘛 护照快过期了 去大使馆补办个新的护照 哎呀快点快点下雨袋下雨袋 OK 走了去游戏园了 走 哎呀 灌没 今天外面还有点下雨 现在我们要去把这个老的护照上交 去大使馆 这个面基本磨没了 现在申请办护照还挺容易的 就上那个手机有一个APP 把自己的信息填写一下 然后用手机再拍个照片 再上传个照片 就OK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10年前的护照照片 登登登登 那个时候还很年轻 才22岁 一转眼10年已经过去了 32岁了 Nora都两岁多了 OK出发去中国驻克莱斯特彻奇领事馆 OK我们已经到了领事馆 因为也是比较敏感的区域嘛 所以说就不给大家拍摄了 我们就进去交个护照 搞定 然后进去发了个 发了个口罩 OK搞定完护照回家 今天的劳动项目 打理打理草坪 因为这草坪大家看这个已经修完了 然后这是没修的 没修的它就会 它草坪时间长它会长 往这边侵蚀 给大家看会侵蚀过来多少 这个是马路和草坪交界的木条 它侵蚀过来这么长 它时间长了走路就会越来越窄 所以说就要给它清理掉 再给清理掉之后 大家看也会好看很多 就会整齐很多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清理出来的 所有的草坪 多余的草坪 虽然说这个草坪 如果不修这边 问题也不太大 但修完之后会更好看一点 更整洁一点吧 起码 好的 有没有 酱挤 墙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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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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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 拜拜